我先问一个问题 你们参加这个节目的目的是什么 来 谁想到谁就说 目的是 为了曝光自己 还有呢 主见一个好的团队已经求忘了 好 行 我简单总结 这就是官方回答 这就是心里话 所有人 所有人来到这个节目 就是让大家通过这个节目认识 怎么认识这个很关键 简单来讲 还是因为这个节目想曝光自己 想通过篮球这个运动 而让大家看到这个不一样的自己 所以这个比赛是最能够体现你们的价值 特别是比赛态度 不光是胜负的问题 尤其落后的时候 有一些人已经放弃了 给我换下去 就在我眼前走过去 在场上很晃 我也看到了 输赢感觉不在乎 对 你通过这个节目让大家认识你什么呀 就这德行 遇到困难就下 场上不顺就放弃 我还说比赛态度 包括场下呢 场上场下来会呼应 有一个好球 你看咱们 人数众多 静悄悄的 场上不吱声像小面羊似 场下坐着跟大爷似小腿一盘 刮刮左右还落呢 那都输二十分了 你怎么会变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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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球的还不好意思你们 他们进球就在那里 他们就跟他们的队友那种 你知道吗 那种 烧 你知道吗 要回火 知道这个团队的感觉 一定得有 比赛输赢跟这个是两码事 这些精神层面上的东西 我一定要给他们灌注好 因为毕竟对手这种防守墙 都不是他们平时那种概念 所以如果你上场没打之前 就已经通过观察都已经怕了 我心理上畏惧着 你基战术方面的东西 很难去发挥出来 所以我一开始是 鸡鞋打了比较多 来到这里我就想让大家知道 网红球员也是能打的 对我想让自己变得各样的全面 不只是只有网红光环 对 证明我的实力不比任何球员差 开局啊 听着 陈欣凯 范成林 韩德龙 王岚清加 董孟超 你五个先打 其他人做好准备随时换日 好 来 球 一起拖出去 对一二三 这 这 reactors 现在的黑手是 jab对 证明的 他现在的CBA游戏 名字是汪 他185克 80克 他在第一次游戏比赛 可能 我认为他们是高质的阶段 我们也认为 我们也认为 比赛更加准备 比赛 上半场的比赛 其实我是觉得 澳大利亚这边球员队的 身体素质 其实是比较强的 所以我们可以多利用一些 自己的速度的优势 然后把空间拉得更开一点 多尝试一些外线 希望我们的球员们可以加油 希望深藏兄弟队 可以给我们惊喜 劳银队对深藏兄弟 开始 比赛开始 一开始跳球球被拨出界 所以这球权是深藏BRO队 也就是场上身穿黑色球衣的这一队 他们是来自于阳明阵营 场上 0号 陈青凯 4号 范晨林 5号 董孟超 8号 王兰奇 27号 韩德龙 老鹰队这边手发正熟 3号 乔治7号 埃里克 15号 曼德雷尔 20号 约克 37号 外出离 当反了 6点 走 走 在中间中间的位置 范晨林上来就有位置 走 我刚说完多长是一些外线 真的很听话 就是说 深藏BRO 范晨林 为 杨明阵营开一个好投 深藏BRO 放手 深藏BRO 放手 深藏BRO 这边 埃里克 让黄文晴在 限制住 让对方不要那么舒服的出球 放手 来 掌声给了 深藏BRO 来 你给你 哎 好了 好了 加油 加油 同时 同时 韩德龙来接球 给他王岸青 王岸青在场上的 球队指挥关 走 手里手走 范晨林在湖底 这下韩德龙把对方内阶 往里面压 现在在这的时候 抛投的尝试 身后的干扰 这球要抛中 这球抛下了解说席 没关系 没有 往下连接 再走 你上他们十六七秒 抓什么紧 我们也来再来想起一次防守两个字的声音 深藏BRO 深藏BRO 坏人 艾瑞克进来 给他在左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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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米多的身高保证了这一次的命中 3比2 我往这边走 往这边走 往那边接 范晨林 走 这次的 沈凯的切入没有很好的机会 第一个点到第二个点 范晨林 对 运球一步 侧步着一个长距离的两个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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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头去的什么杀人 你 不要停 不要停 范晨林在开场之后 手蓝非常火热 这边 那么快进 三个 小智转进来 又是一个失误 韩德龙 先把一队的职业队员 王兰青在左侧 差一点 快推 可以发归 5比2 身上招牌的开局 非常的顺利 发归 也失败了 把他拉下来了 这个球 加油 从第三个 George 气功节奏非常快 股房转换也很快 牛角 牛角 钻石鼓老鹰队 还是保持他们快速转换的风格 不要停 范晨林 这下再给出来 董孟超 后面 找后面一下 因为在外线 有投射能力的大个子 王兰青 看看尝尝时间 5秒 董孟超 这一下进来之后 球没有拿好 赛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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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 给你 鼓励一下董孟超 我能走 我能走 一次第二次欲球 就要招止处理球的时机了 我刚才回到五个人都在外面了 你两次欲球 是切发早过来了 比分 4比5 老鹰 有 有 有 不要赛 15 15号 15号 我们超高一点 曼德瑞尔直接在外线要一击三分球 走 这一下漂亮 来自于王兰青的篮板球 背转收 感觉 大致 很高 对 给到韩德龙看看 点开 陈明凯坚决出手 YES OK 让开 陈明凯三分地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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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到了深藏BRO之后 他们在看完对方打完了半场之后 有了更好的了解 有了更好的准备 这下球出界又是失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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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藏B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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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到了第三节 直接打 球队这下显得更加自信 这次通招 差点十五球拿回来 再找半城里 没有续上浪板球 可以发挥 不要发挥 不要发挥 7号 可以发挥 再给中间 中路 这次 三号 再次构建一次的跟进的扣篮 早点犯规就完了吧 让他停球不完了吧 龙哥走 龙哥走 走来第一个 快点 快点 怎么走不上 走不走在的时候 不应该 而深藏BRO这边 把自己在外界的手感找到 这次韩德龙 差一点运气 别怪你 再来 这下实运不进 球给掉了出来 Erik再给跟进 还是来冲击内线 快些 AGO的三分 其实对于 12 对于 27 起来 玩球 有机会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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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比6 8比6 胜传BRO 2分领先 1分领先 1分领先 谢谢大家